欢迎大家来参加 黑兔士第一华人证讯会的 线上诵币 我们盼望你在今天当中 从唱歌 从祈祷 从圣亲 从这个信息 得到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在诗篇66篇第一到第四节 提醒我们大家 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他说 全地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命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 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向神说 你的作为何等可为 因你的大能 仇的要投向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命 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祷 主耶稣 我们苦福在你面前 敬拜你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一起来歌举你的圣明 你的命是超乎 文明之上的命 民室当跪拜 当跪拜 民口当清众 耶稣基督是主 愿你 阅立我们今天的敬拜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大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同心 来领受这个圣参 我要跟大家 读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高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他这里说 我登当日全级你们的 愿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埋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捉这了就勿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身约 你们每逢学的事后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学者饼 学者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到他来 在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五方面的事情 第一 这个圣参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埋的那一夜 从主耶稣被埋的那夜 到现在 当保罗写 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中间已经隔了二十几年 圣参已经被教会折留 成为崇拜的一个部分 第二方面 这个是从主所领受的保罗说 我就传给你们 意思是说 一点都没有加添 一点都没有减少 完全做着耶稣基督的风释 来代代相传 在教会当中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 领受了 就传给大兄姊妹 传给下一代的基督徒 第三方面 这里所说的病 代表耶稣的身体 这个血代表耶稣的血 这个杯代表耶稣的血 当耶稣说 我的身体为你舍 我的血为你流的时候 他意思是说 我为你死 主耶稣基督代替 我们的罪而死 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第四方面 很清楚的目的 圣参的目的 是为了纪念主 他一年说了两次 要纪念我 要纪念我 第五方面 我们这个圣参 要一致持守 一致持守 一致纪念 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所以现在今天 在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家庭当中 我们都继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直到圣参 大家同心 来与神同行 我们教会 进行这个圣参的时候 都尽量按着 耶稣基督起初的风式 来领受 大家一起来纪念祂 但是 有一方面 有一些的拳欠 就是我们不是聚会的时候 一起来领受 在讲到主的晚餐 圣参的经文之中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一年五次讲到 你们聚会的时候 你们聚会的时候 在第十七节 十八节 二十节 讲了三次 再加上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 又讲你们聚会的时候 你们 吃这饼 喝这杯 今天 我们不是聚会当中 我们是翻身 在不同的家庭当中 但是 我们期望 很快的 大家可以回来 一起聚会 一起来敬佩我们的神 当我们慢慢进入 这个新的常态 就是在线上崇拜 线上祷告 线上小组的时候 大家又很欣赏他的这种方便 很轻松地可以大家来交流 但是你要记住 但是你要记住 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失落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我们失落了教会的团体生活 那种比此相爱 比此对土 比此关为 比此祝福的那种 失落了 我们又失落了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同心来祈祷 同声来歌颂 结果那种的动力 是有缺乏了一些 我们都觉得 如果是可以现场的 听到牧师讲到 现场的 听到我们的老师来分享讯息的话 那种的感动力会更加强烈的 我们失落了一些 但是 这个不是永远这样的 这个是暂时在自己家庭当中 来纪念主 来崇拜 来祈祷 我们希望很快 大家可以聚回到这个崇拜中心 大家一起来纪念主 一起来崇拜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以神同行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 准备我们的心 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来准备我们来领受这个圣亲 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要诚实我们自己 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大家在神的面前 如果要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 自己个人的凝聚 以后我带大家 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来领受这个圣亲 来准备自己崇拜 聆听神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 因为有这个科技 可以方便我们大家 还是一起一个教会的 纪念主耶稣基督 来崇拜 神啊 我们在生活之中 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已经 个人的 在神的面前来凝聚 你是公义的 你是信实的 当我们凝聚的时候 你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感谢你 听了我们的祈祷 准备我们的心灵 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恩祈祷 奉耶稣基督 圣命祈求 阿们 请大家准备好 你已经在家庭当中 预备好点的饼 和这个杯 拿在你的手中 这个圣亲 是为了已经重生得救 受证的基督徒 如果你没受证 没受洗的话 你就让你的心灵 来和我们同心 来纪念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请大家 很尊重的 在我们的地方 在我们的家 在我们的座位 大家起床 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 就好像圣经所说 犯效耶稣拿起饼里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每逢吃的事后 要如此行 为的事 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纪念主 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 我们现在继续站立 同心 让主土民来结束 我们这个圣亲 默想耶稣基督的时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专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此给我们 免我们的制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制 不叫我们进入试探 教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各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大家请坐 现在可以向大家 来报告四方面的事情 第一 就是教会的领袖 就是牧者和执事 已经决定通过 陈志浩牧师申请的 安息年的进修 我们感谢神 他在过去六年当中 很忠心的力 服侍 教会 服侍主 他现在有三个月的 一个安息年的 进修 反省 休息的时间 这个申请 已经通过了 他会在 六月中到七月中 分开来第一个月的 休息 进修 读书 在修这个 教牧学的 博士课程 专修是辅导方面 同时在 九月到 中到十月中 到明年的 一月中到 二月中 分开三个月的时间 来进修 来准备自己 来成长 继续的 很有效的 服侍我们的主 所以大家为他祈祷 在他 读书的 这个阶段之中 大家来 翻担 这个教会的 成功的事情 第二方面 就是 红十字会 这个 紧急捐血的活动 在五月多 在我们教会 这个地方来进行 他们需要 至少 三十五位的人士 可以捐血 这个活动 不单是给我们教会 都是开放 给这个社区的 需要三十五位以上 来保证 这个 医院当中 这个血的需要 如果你的身体健康 你也可以准备 你的心 你需要在 我们的报告当中 这个线上 来报名 他需要想到 你的健康的问题 大家在这个疫情当中 如何避开 传言的问题 所以你报名了之后 就有很清楚的指示 如何进行 第三方面 就是教会 这个原教的小组 这个relief team 感谢神收到 一万四千几个口罩 不同的口罩 给医院用的 自己家里自己用的 步骤 各种的都有 感谢神 我们已经 发了一万个口罩 给医疗中心 三十五个医疗中心 警察 消防员 由政国 大卡车的司机 教户车的司机 给他们来使用 所以多谢大兄姊妹 你们很爱心的奉献 给我们去祝福 我们的社区 就好像我们 事事提醒大兄姊妹 我们的冯博教会 是一个爱得深 活得真 舍得吸 出得去的 一个教会 这个活动 就是将我们的 这种的指标 来活出来 那最后一方面呢 就是Annie Armstrong 服务节 北美宣教部 的防宪 就好像我们 提醒大兄姊妹 为了五千几位 直堂的人员 在医院 在军队中 做军牧的 这些不同的宣教士 那我们的目标 是三万五千元 到现在已经收到 大兄姊妹的奉献 六千多元 多谢你们的奉献 我们都继续 照着这个目标 一点一点的奉献 来达到这个目标 来支持 我们这个的事工 很有意思的事工 好 多谢大家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 我们的心 来聆听神的讯息 大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们回到来 马帝福音 来到思想 耶稣在登山 补分的教训 接着我们会做到 马帝福音第七章 十二到二十三节 所以我请你在家 打开你的圣经 跟你家人一起 跟我一起 慢慢来读 马帝福音第七章 十二到二十三节 是新约圣经 马帝福音第七章 十二节开始 所以无论何事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代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代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扎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扎的路是小的 抓着的人也少 第十五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子女来 外面飞着羊皮 里面它是残暴的狼 凭着你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倾结上 只能够摘葡萄呢 只能够摘葡萄呢 凡是好树就会结好果子 唯到坏树就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 坏树都不能够结好果子 凡是不结好果子的 树就会坎坏泥 丢在火里面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到尽天局 为了承认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进去 当那日有很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不不如奉你的命传道 奉你的命赶鬼 奉你的命行了二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数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座的人 离开我去罢 愿神祝福 读他的说话 又遵行他的说话的人 曾经有人问我 牧师啊 你知不知道选择西瓜 我说我真的不好识的哦 吃我就选择 选择就不太选择 不过我听人说过呢 看着颜色 那些纹的颜色深展呢 看着钉呢 拿起来敲一下的声 是旁旁的声就蓬蓬声啊 有时才买得好吃够甜的 不就撞手神咯 有本的杂志呢 叫做消费者的报告 他呢 是呢 将不同类型的产品 由大到的汽车 小到的家庭用品 冰箱 或者一个搅拌机 不同的厂商 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级别呢 他都做了很多的试验 然后告诉我们听 谁是好的 值得买的 谁是会有些问题 不值得买的 甚至是厂商呢 说你现在要回收的都不定 其实呢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 都有另一本的消费指南 消费者指南 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经 这本圣经也告诉我们听 教导我们呢 怎样做出一些最精明的抉择 以致我们人生呢 不会白白的浪费了 我相信大家都期望着呢 疫情很快要结束 希望这个居家令呢 很快就会取消 跟着我们就可以上班 可以上学 可以上到教会 好像过往一样自由的生活 但是大兄姐妹呀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居家令取消之后 你要怎样生活呢 是不是就好像以前一样 就是这样来到生活 哇 很快就去餐馆 吃一下吃一下 去戏院 去球场 哇 人多的地方 还是说呢 哎呀 我也习惯了 在这个居家令期间留在家里了 我希望就是这样就好了 还是说 我很愿意透过神所安排 在这个居家令中间 我可以学习体会到的功课呢 在我这个居家令取消之后 我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 我在某个人生里面呢 有一些新的决定 有一个更加有意义 有目标的一个生活 其实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了我们三个提示 帮助我们 如何做一个准确 精明属灵的决定 其实不是提示 是一个命令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金律 你愿意人怎样代理 你就怎样去对人 这个在普世上称为一个金律 我们要学习这个金律呢 就是用真心来代人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都有一句类似的说话 说什么 己所不欲 物思于人 你不想人家这样对你 你就不要这样做了 这个有一些反面 就是说你不想人家攻击你 你不想人家批评你 你不想人家取笑你 你不想人家骗你 那你就不要攻击人 不要批评人 不要取笑人 不要去骗人 但耶稣讲的这句话呢 它是比较正面 你希望人家怎样代理 你就要这样去对人 而且呢 它说这个其实归纳了 整本旧约圣经的 道理的总纲 所有先知教导的总纲 拿起来教导的总纲 就是我们很正面的 你很代人 真心的你很代人 你希望人家怎样对你 你就怎样对人 你希望人家关心你嘛 你希望人家爱你嘛 你希望人家支持你嘛 你希望人家为你祈祷嘛 你就要爱人 关心人 为人祈祷嘛 以前既有寄圣诞卡的年代 你没有发现 当你寄了圣诞卡给人 那个人通常复回了圣诞卡给你 我们称之为 礼尚往来 但有些人说 那不是很市盔吗 我们不是说要学 诗恩望报的吗 就是你做人做了好事 你不用期望他照样回报你的 但其他问题呢 不是这个回报的问题 而是说呢 我们希望呢 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 互相的感动 当你希望人家这样对你的时候 你不如先行一步 你就这样 用他所希望 能够得到的对待 你去对待他 你去爱他 更诛者赤更历者赫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就会招聚到同系那些的人 而且再进一步呢 其实这一种的学习呢 我希望人怎样对我 我就要怎样对人 其实这个好像很自我中心 其实你想清楚一点 不一定的 而是反而我学习呢 以对方的感受为中心 为什么呢 你想清楚这句话 耶稣不是说呢 等到对方有这样的向你的回报 这样代你 你就这样对他 不是 而是说你希望他这样对他 但是不保证他一定这样对你 但是你希望他怎样对你的时候 那你就要这样对他 是你主动来下一步 有一个人每天去到街 都去买报纸 那些做报纸摊的时候 每次买完报纸 那些小贩 带了一份报纸给他 连纸巾的赈品 带给他 但是态度非常冷漠 你拿去吧 那他就把钱给他 而且告诉他 多谢 每一天 每天早上如是 有一天 他的好朋友和他一齐 来到他走出来的时候 去买报纸 那小贩盈盈 这么冷淡 没有礼貌 但他仍然这么有礼貌的 多谢 哎呀 这个朋友不抵得 你怎么这么对他 他又不是对你的态度好 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 他就说 我不是根据他对我什么态度 我来怎么对他 我是希望他都会对我客气尊重 但是我先尊重他 如果他不尊重我 没问题 但是这个不会影响我 怎样学习来尊重他 多谢他 会不会从今以后你去买东西 那个收银元 帮你计好价钱 你给钱的时候 多谢 这种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很需要学习 是 有时候不是得到上得的回报的 你回到教会 看到弟兄的姐妹 对他微笑 他仍然是很冷酷的 仍然是很拉长的面 各位 各位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你可能走到你身边 拍一拍去 我为你祈祷 你不是追问他 逼问他 你今天干什么事 我对你笑 你不对我笑 你这样不应该的 我对你这样 你应该对我这样 这句话不是要求人的 是我自己的出发点 我愿意尊重对方 可能需要冷静的时间 回头他想起 我这么冷漠 但是他仍然关心我 拍我肩膊 为我祈祷 他会走一回跟你说 多谢你 这种的态度 耶稣说 在这个经文开始说 所以 所以 你希望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人 用所以 这是总结上面所说的 教导 带出下面的 这一个结论 那上面说的是什么 上面就是说祈祷 你求就得到了 你寻找就寻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天父乐意 将最好的东西 给了祈祿 原来乐意 代人用好的正面的 积极的态度代人 这是天父的心肠 正如祈祷最好的东西 给我们 就是这个的呼吻救人 我们的神母 才做一个很客观的投票 你赞不赞成 我想十字架救你 你赞不赞成 我犧牲 你不赞成的举手 有多少 不是很多 因为进门 找小路 人数很少 反对的 不接受 甚至没有回应的 很多的 因为那个门 门是大的 路是宽的 是否这样 耶稣就决定 离不离醒十字架 是否这样 神决定想 成不成有救恩 如果是这样 今天你和我 真的讲小子 真的没得救了 真的没有救恩 神不是 当神定义 要将最好的给我们的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反应 祂说我要将最好的给你 祂希望我们爱祂 希望我们回去身边 所以祂就来爱我们 来拥抱我们 来接纳我们 弟兄姊妹 这个是神的生命的表现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神这个本性 以真心导人的本性 流露出来 第二个作精明选择的原则 就是说 我们要选择真道 而不是群众的压力 刚才提到 那条路 那个门是窄的 那条路是小的 很多人找得到 有很多时候 这个人用来 是对那些未信的人来说 其实没错的 这是一个福音的讯息 因为进来有人找到小路 你就会忍到永生 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福音 那么好 神爱我们耶稣 为我死十字架救恩 那么少人去接受呢 大多数人不愿意呢 我想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信仰是基于神的启示 不是人的想法 人很喜欢 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 我如果信的神 我的神明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人 罗马人 希腊的神话里面 所描述的神明 是跟人好似的 会打架 会争女人 为什么呢 将我们的投射上去 我觉得舒服点 我的神明也是这样 我是这样也不要紧 但事实上不是 因为既然神创造你和我的时候 祂一定 比你和我能够想象的更伟大 真神一定超越我们的想象 但可惜 愿意接受的人 接受啟示的人很少 第二个呢 原来这个福音这么好 但是福音有个前提 就是说 要承认你和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行的 我们救不了自己 我们在沉淋灭亡里面 我没有盼望 所以有些人就说 这个是一个无助者 一个弱者的福音 不是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的 当我这样承认自己的弱 不是没有面子吗 但事实上 即使那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这个真理就是真理 真理要我们决定信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面对自己真正的面目 你不承认你的软弱失败 你仍然是软弱失败 你不承认你会面对死亡 但是死亡的阴影没有离开过你 这个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为十字架为我成就救恩 让我们离开死亡永恆的盼幕 不过 祂要成为你和我的救主 同时生命的主 有很多人不愿意 为什么呢 那便没有了我的主权 我没有了控制权 我做人只是服侍他 什么都听他这么说 那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不是那么多人愿意 但是真理告诉我们 我们是这样了个生活 因为以前爱我们自己 自我中心 自我管理的形式 叫我们人生一败徒弟 犯罪失败 如果现在信了耶稣 我们还是要这样的形式 我们便走回回头路 不是的 你乐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 他不是那位暴虐的君王 他是爱你的神 爱你的主 他是乐意把最好的来给你 所以我盼望 我们这班 如果在座中间 有些未信耶稣的人 你要好似我们一样 赶快地找到这个 执门 这条小路 但这个经文 另一个角度就是说 耶稣对 对门徒来说一段经文 这班门徒理论上是认识了耶稣 他们是进了执门 走着小路 但耶稣给他们提 你要这样做 你不是跟大众 你不是跟队 你不是跟队 不是受到群众的影响 群众的压力 那些门大人多下 那条路宽 你就跟那条路了 不是的 为什么还要提门徒呢 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入了执门 走着小路之后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 好多的信息 这个世代的信息 世代的信息 充斥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 受到妥协 有基督徒回到公司 同时问 喂 我们够钱买彩票了 买乐盒彩了 每人够一元 我信耶稣 我们不贪心的 不应该的 搞错 一元都不够 你这么保守的 这么古老的 你只要福音八股 哎呀 那你结果就 哎呀 在这个压力下 整个办公司 同时都这样的压力下 一元就一元 一元不算得了些什么 是 一元不算得了些什么 但你第一步妥协了之后 可能引来的 越来越多的妥协了 一条路是宽的 你妥协的时候 走去觉得容易的 一条路是小的 不是窄的 过去是困难一点的 要持守着立场 有时候难一点的 会不会是疫情来到的时候 在居家令里面 我们跟很多未信耶稣的人一样 懼怕 panic 恐惧 无奈 埋怨 跟着带来 好像你一样 去狂抢货物 在家里面 很忧心 将一些消息 不论真假 都传出去 带来大家一起难过 一起悲伤 一起没有盼望 是不是这样 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又好像大众一样 哇 现在自由了 现在放松了 我们冲出去 餐馆 戏院 球场 不管那么多 就去 群聚 是不是这样 又说他 在居家令期间 我仍然很爱着聚会 我有网上上网崇拜的 牧师 我有一种祈祷 你认得我 你以后来少了 我组长都知道我在这里 主要我都在这里听 我上网 很投入 每一次 每个钟头 每一分钟 很留心的 不过现在要回到教会 真是难一点 因为又要开15分钟 300分钟的车 有时回到教会 就会见到那个顶 那个姊妹 可能不想见的 会不会呢 你真正在心灵 乘在神面前 那个心是怎样的呢 我们要学习 真度 让真度影响我们 不是群众影响我们 我们相信情里面 有神的全能 神的全知 神管理一切 我们不明白 为何神容许这个疫情发生 但是发生了 而往往这个疫情 给你和我生命 学到很多功课 让我们前面的人生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觉得更加的精彩 神我相信福音的大难 深知福音的大难 你觉得疫情期间 多少人 失去了生命 有没有在内心里面 研点起过 福音的负担 福音的货 我到居家令 结束之前 我上网 联系我的亲友 和他们分享我生命的见证 居家令 撤退了 我可以 比较多自由 去走动的时候 去我邻居 向我同事 向我亲友 和他们讲到福音的宝贵 我深信神的保护 当然 以后我出入 都仍然继续很小心 有很多的卫生防护的 保护的 可能在一段时间 要戴口罩的 在一段时间 要保持这个 社交的距离的 但是 我深信神的保护 我可能愿意 投入社区 帮助其他的人 正如当日的医务人员 前线的人员 冒着生命的危险 保护了你和他们 我们向我们致敬 我们向我们学习 我深信神的公盈 可能在疫情中间 你和我 很多的资产没有了 有人说笑 我们退休金401K 现在变了201K 遲些可能变了101K 你猜不到 油价可以出一个负值的 卖油给你 要贴钱给你 但是你敢不想到更多人 一生的努力的积蓄 但是不幸染病离世 他一生所存在的 从来没有享用过 这个会不会帮助你 想清楚 既然神供应了那么多 我应该做一个精明的选择 在我前面 怎样成为我财富的好管家 更多的捐赠 更多帮助有需要的人 以至我财富能够得到 比财富本身更高更大的价值呢 最后我深信主的再回来 这些蝗虫 这些旱灾 这些旱灾 这个疫症 不能提醒我们 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 更加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很快很快要回来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前一天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前一天更加 存一个敬畏的心 一个敬虔的生活 等候来去迎接耶稣再回来呢 最近我听他的说话 他说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意思就是 你不要觉得那件恶 那件坏事 这么小的事情 不要紧了 做了去吧 有没有人知道也不要紧了 善事工 这么小的善事 没有人知道的 不出名的 不要做了 那件事应不应该做呢 不是在乎大还是小 不是在乎有没有人看见 而是在乎恶还是善 恶的没有人看见 我都不做 善的没有人知道 我都不做 我们要按着真理 这个是善还是恶 你要做我们准确的决定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第七次这样说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善呢 弟兄姊妹 你们要留心去做 因为人人都说美 人人都说善 如果被你一做搞得对 那当然好语啦 但其实反过来看 人人都以为美的善 你要留心去做 的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应该去做呢 个个都说对的 那问题就是 群众就在那里了 但是神的真理 是不是要我去做呢 当然 我不否认忍 神借着群众的声音 指引你和我去做的事 但另一方面 当人人都说对的时候 我回到神的面前 神是你的真理 是不是要我这样呢 我是否跟着众人 走这条大路 还是我选择真理的小路呢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 很清晰熟灵精明的选择 第三个选择的原则 耶稣给我们 十五到十三节 就是说 我们选择生命的关系 和神生命的关系 过于爱在的表现 在这里耶稣开始提醒 就是说 有些假先知会来 这些假先知来到的时候 他们会强调外面的外表 要有果子 不然是好果子 就说他们总有东西给人看 他们会传假的呼吻 讲假的道理 甚至用神经迷惑人 甚至赶鬼 赶鬼也有假的 有 《使头主》十九章 十三到十八节 当时有批人说 我放保罗所信的耶稣 你要赶鬼 结果赶不到 鬼还制服了这些人 为什么 那是保罗所信的耶稣 你和耶稣有没有生命的关系 所以这些虚假的表现 或者是转做外在的表现 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因为我们用这些 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 你成功的话 你有大的成就 你成功的时候 你做成大的生意 大的买卖 你成功的时候 你住在大的房子 开了大的车 完全凭外面 外表的表现来衡量 但是圣经说不是 我们不是要成功神学 而是要生命的神学 就是说 我还在看我和耶稣的关系 耶稣曾经这样说 你如果把一杯凉水 给小子中的一个汗 你不能不得上次 不是那件大事的问题 就是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小子就是没有人知道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但是你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样做的话 你不能够不得上次 不是只是一个表现 而是因为 你为了我的缘故 和我生命的结年 生命的关系 所以下面讲到生命的时候 你要结出好的果子 果子就是一个生命丰盛的表现 果子就是说 要里外一致 好的果子就是里外一致 那些假先知 外面披着羊皮 但里面是残暴的浪 里外不一 我们的教会 丰盛的教会 有四个指标 爱得深 活得真 捨得比出得去 其中的活得真 是什么 就是要里外一致 我愿意将我里面 从神而来的生命 那种美善 来到活出来 使人得福 我愿意人体重的是我的品 我的性格 过于我的行为表现 我们教会请牧师和公祭这个标准 我认为有三个C 第一个是Character 第二个是Condipancy 第三个是Chemistry 我们先看他的品格 人格 是不是一个熟灵精卫神基人 然后再看有没有好的表现 当然 如果他什么都不会做 当然是不是请他 但不是在工作行线 先有好的品格 有好的工作能力 然后再看 是否和我们能够有好的Chemistry 然后再配搭给你 一个好果子 就说到 圆了一棵好的树 他说 荆棘里面不会有葡萄的 质栗里面 不会有无花果的 坏事上面 你找不到好果子 所以我们求神 让我们能够尚信 纪念在一个树身上 就是我们耶稣基督 他在葡萄书 我们是知子 让方十五章所说的 所以让我们尚信给神的话 浸入在我们内心里面 让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圆了一棵好的树 取出好的果子 而这个好的果子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那棵树不结好 那树就被砍下来 放在火里面 烧了 因为再没用了 但现在取出好的果子 反面来说是什么 被人称赞 不只是享受果子的甘甜 而是说 哇 种这棵树 种了这些果子的原主 真是厉害 我们今天说有green farm 我们因为有好的果子 就能够使人将荣耀 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不单是叫做好果子 接着经文21至23次 就说 我们要好好地 进行神的旨意 进行神的旨意 就是说 我们心口如一 心口是一致的 你能够口称耶稣为主 外面做了很多事 但其实内心里面 并不是信服神的心意 就是按你自己的喜好来做 按你自己的财感来做 按你的能力来做 当然 我们应该按恩超 按能力来做 但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神 要我这样做呢 我说到 好的讲神的说话 我感动来说 就是说 我喜欢讲 我喜欢演讲 我喜欢站在那里讲的时候 人们对我那种 欢呼那种的接纳 这种不是让主居首位的表现 主希望我们 当我们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 我们内心为传一个 完全敬畏接纳的心 祂就是我生命的主 原来耶稣不是靠我们 外在一些所谓宗教的行为 讲道、行神迹、医病 你很决定我们人有天国 不是的 他说你是否真是主所认识的人 要不然有宗教的行为 就是恶人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即是认识耶稣的人 就是指 我打开我的心 耶稣说 请你站在我生命里面 我愿意为你而活 我愿意将你的生命 活在这个世代 因为这个圆光 我能够结出有好的果子 这个是因果不能够倒转 所以盼望我们前面的选择就是 我看重这个生命 过于爱作的表现 我们不否定表现 但是更加强调 当我做的时候 因为我爱主 因为信服主 因为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盼望 给大家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看到 一个奉活的门徒 是一个让主居首位 愿意选择这个金律 选择真度 选择生命 无论在疫症期间也好 或者疫症过后 我们仍然是一个 活得真的门徒 奉我神的说话 成为大家的鼓励 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主耶稣 我们愿意以祢为首 我们愿意让祢的说话 让祢的充满 以着我们前面人生每一日 每一个的抉择里面 因为祢的缘故 我们有一个最好 最精明的选择 因为主我们不想再浪费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想活得真 我们很想活得 使人见到祢是一位荣耀的主 主耶稣成为祢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引渡 让祢的话 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 我们一同领受神的赐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安慰鼓励 尚常与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与及你们家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主在来 誠心所欲 阿们 我们下个星期在网上 在一起来敬拜神 祝福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下个星期在祢 提起来